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部电影公 已经年过七旬的白胡舒也没什么钱,每天的收入和住所都来源于这两条船 她的生活十分的简单,就是每天带着自己捡到的女孩小花出去钓鱼 我们女种小花是在小时候六岁时被白胡舒捡到的 而小花上了船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她和白胡舒相依为命一起过着平凡的生活 就这样时间飞逝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小花有已经长成非常秀丽的大姑娘 而在这个了无声宴的地方,能看见这么漂亮的女性 这对钓鱼的人们实在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啊 也因为这样小花常常遭到一些男人的猥亵 看到这一幕的白胡舒非常的不乐意,也不说什么狠话 直接给她们来实际的钓 而我们白胡舒每天晚上都会像往常一样给小花洗澡 当然别想多,就是像爸爸的女儿洗澡一样 而且每天趁小花睡着了,以后给她测量身高 还在日历上打上叉叉作为标记每天都这样 而日历的某一天则是标志的结婚那一天 我就说嘛,谁没事天天在日历上打叉叉啊 原来这个白胡舒想老牛吃嫩草 不过在这一天快要来临的时候 船上来了一位阳光小青年阿帅 阿帅不仅仅长相帅气,而且见多识广 这让到了青春期的小花非常喜欢行动不已 而我们阿帅也对小花有点意思算是一见钟情 还送给了小花一个MP3作为定情信物 从此之后小花就听着MP3幻想着和阿帅的未来 不过这些白胡舒都看在眼里 不过她除了生气也没有别的办法 就让时间一天天过去阿帅和小花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还整天捏歪在一起就像刚结婚的新婚夫妇一样 看到这一幕的白胡舒非常恼怒 还是老样子二话不说直接动手 而我们的阿帅却没有害怕 就当白胡舒在吓唬她 随后她胆子又更大了还钻进了小花的被窝里 小花是当然不会拒绝阿帅的 可是白胡舒却不干了 这回白胡舒非常生气 直接把阿帅赶下了船 还愤怒的撕毁的日历 也不再等结婚的那天了 她决定马上结婚 以免夜长梦多 不过到了第二天 不死心的阿帅又赶了回来 而且还带着刚于小花的寻启事 原来小花的家人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小花 听到这里的白胡舒挤眼了 拿着弓就描着阿帅 不过还好小花挡在了阿帅的前面白胡舒 也这才作罢 看着一脸神情坚定的小花 白胡舒终于任命了 还决定放松小花 让她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没有了小花的白胡舒 也等于失去了精神支柱 她选择了用轻生结束自己的生命 不过在轻生的时候被小花救了下来 小花感受到了白胡舒 深深的不舍与孤独 她决定放弃了和阿帅的幸福生活 选择留下来和白胡舒结婚 到了结婚那天 白胡舒在船头拉起了二胡 而床上则是躺着已经脱去衣服的小花 她正在沉睡 可是在她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 白胡舒早已消失不见了 随后看见的是一脸懵圈的阿帅 小花看完看阿帅释怀的笑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还想看什么类型电影呢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